属灵产业的系列 最后第七 今天上帝除了给我们有启示的灵 有智慧的灵 给我们有能力 过过去你的都听到了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 抵挡魔鬼的武器 上帝要给我们武器来 打胜战 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但是还没有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讲这个主题之前 我跟你讲个笑话 一个笑话 有一只斑马 深深爱着小鹿 然后就像 斑马就向小鹿表达爱意 可是却被他拒绝 然后斑马就大哄说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拒绝我的爱 然后 这个小鹿就很胆怯的对斑马说 我妈说了 纹深的人都不是好人 斑马有黑白的嘛 所以纹深的都不是好人 然后熊猫啊 深爱的小象 就是那个象啊 大象的象 就是它是小象 然后呢 就向他表达爱意 然后也被招拒绝 然后熊猫就大哄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呢 小象就很胆怯的对他说 我妈说了 戴黑眼镜的 不是好人 熊猫有黑眼镜的嘛 对 然后 我们继续看下去 故事这样讲 还有一个 小鸡 有一只小鸡啊 深爱着小鸭 小鸭子 然后呢 向他表达爱意 也被招拒绝 然后小鸡就大哄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你拒绝我的爱 然后小鸭就很胆怯的 说 我妈说了 叫鸡的都不是好人 所以 最后一个 有一只蜘蛛 深爱着一只蚂蚁 然后向蚂蚁表达爱意 然后 确兆拒绝 蜘蛛就大哄说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然后蚂蚁就很胆怯的对蜘蛛说 我妈说了 整天在网上呆着的 都不是好人 这个 这一系列的笑话啊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不管怎么样做得很好 总是有人批评你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总是有人 看你不顺眼 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要做回你自己 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每一个都不是 你不能做到100% 人见人爱 车见车载啊 棺材看了也打开盖了 你不可能的 所以 你要学习 做回你自己 跟你旁边讲说 做回你自己 哇这么美丽啊 来大声点 跟你旁边讲 做回你自己 今天呢 我要跟你讲 这个系列 最后一个系列 说 抵挡魔鬼的武器 哇 时间真是有限到9点了 我只有半个小时 我看我能够 能够讲完吗 我们来看 找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 你打开 以佛所书第六章 以佛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到十八节 以佛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到十八节 我读圣经和二本 来 我还有未了的祸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 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 以血气征战 乃是以那些 自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 恶魔战争 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 神所示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战力得住 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 束腰 用公义当作复心境 遮凶 十五节 又用平安复阴的 当作欲飞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十六节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十七节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十八节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 祈求我们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今晚上吃下 你从天上 给我们的玛纳 四合一的玛纳 来喂饱我们的灵命 主啊 我求主 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和属灵的耳朵 能够看见 能够听见 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主啊 你恩高 你的仆人 和你的讲台 让我们 让我释放的 所有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帮助 他们的灵命成长 主我感谢赞美你 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兄弟妹 我们来到以佛所书 最后一章了 第六章 在过去以佛所书呢 给我们看了不同的画面 包括夫妻啦 包括 家会好像人体啊 头和身体啦 然后有夫妻啦 有儿女的关系啦 有包括 好像一个 行政的一个组织呢 到今天 最后的最后一章呢 今天我们看到呢 上帝给我们看到 以佛所第六章的画面呢 原来啊 家会就好像一个军队这样 今天我们看到呢 兄弟妹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同样 同时也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好 坏消息就是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要不要的好 你信主的那一天 你已经 不知不觉的 进入了这个军队 不管你有感觉到 你真的是能打仗都好 你是一个士兵都好 你都在这个军队里面 所以呢 兄弟妹 当你信主 耶稣基督 你来到家会 你不要以为 你去野餐 拼命 满路都铺着玫瑰花 一路都很顺风 顺水的 都很好的 这样的过你的日子 没有 圣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说 家会啊 你是要走上战场 然后去打仗 而且呢 上帝应许我们 给我们全副的军装 好让我们去跟魔鬼 跟仇敌打仗 然后我给你看 第一 你必须了解 在这个世界上里面 不管你有看见 没有看见到 我们有两个国度 是对立的 一个是属神的国度 一个是属魔鬼的国度 你不站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你就是站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说 不要紧呢 我没有信耶稣 不过我也不是属于魔鬼的 不可能的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属灵的环境里面呢 只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属神的 一个是属魔鬼 如果你跟着耶稣的 你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如果你没有跟从耶稣呢 一切一切的 都是属于魔鬼的管辖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 你就明白了 我们看这个经文 第六章十二节这样说 因我们不是以血气战争 言文是说摔跤 而是以那自政掌权 管辖这U.A.R.U.案 世界的 以及天公属灵器的 恶魔战争 这位 你不是你怎么样的感觉 我告诉你 今天所有社会上 一切的活动 所有社会上一切的 事情发生 都跟灵界有关系 跟灵界有关系 而且如果你用这个经文 来翻译 用西部来言文 直接翻译的话 你就会看到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帅交赛 不是以肉体 血气的对立 也不是以那有 躯体的对立 而是以多方统治的权势 支配这黑暗世界的 以空中属灵器的恶势力战争 原文是这样说 所以呢 你会看到 从信业里面 圣经用很多的篇幅 来描写 神的子民 就是你和我 其中一个 就是在以佛所经 我们看到的呢 就给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是一支军队 然后来描写 我们这个神的子民 这个军队呢 他作战的范围是宇宙性的 就是说 不只是在这地面上的每一寸土地 也包括了地球以外的空间 也就是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里面 第二 我们要看 今天那从十二节呢 我们也看到一样东西呢 在魔鬼的国度啊 是有组织的 是有 有严密的组织的 他们有分很多层的势力 虽然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呢 却是很事实的 我随便给你看个经文 你就明白了 我们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八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如果你能找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 然后我读给你们听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的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去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二十三节 众人都惊奇说 这不是大尾的子孙吗 二十四节 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敢鬼 胡非是靠着鬼王 别西普啊 二十五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就站立不住 二十六节 若撒旦赶住 撒旦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二十七节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 哎 sorry 二十八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Amen 从这里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有三个东西 我因为时间远固 我是很简摆的跟你讲 第一呢 原来啊 在撒旦的国度里面 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有一个国王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 看到没有 他说 我若是靠着鬼王 别西普赶鬼 在魔鬼的国度里面呢 有一个皇帝 那就是撒旦魔鬼 然后呢 这个皇国呢 这个魔鬼的国度呢 不是四分五裂的 他们很团结的 他们没有自相纷争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魔鬼的国度是很团结 很合一 不四分五裂的 不四分五裂的 然后呢 第三 他仍然存在 还没有被拆毁 这个国度 所以呢 你会看到啊 魔鬼最高兴什么 魔水最高兴看到教会 分裂 魔鬼最高兴看到 魔鬼最高兴看到教会 没有 合一 魔鬼最高兴看到 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象征 因为 这就是达到 如果教会不合一 不团结 分争的话 他就攻破了整个上帝的国度了 所以呢 合一 团结 不分争 是对我们基督族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你看了 魔鬼本身的国度都没有 没有分争了 都很合一 团结 所以他们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来 做破坏的工作 所以 他最想要看到的就是 教会不能团结合一 所以魔鬼 兄弟姐妹 一定要记住 不要保持团结合一的事 因为呢 如果不团结合一呢 就 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无论如何 不管这个事情大小都好 我们一定要靠着主 保持 坚持 合一的心 和团结的心 然后呢 最后27节 28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耶稣指出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魔鬼的国度 一个是神的国度 而这个两个国度之间的战争 是没有停止的 而且很明显的 耶稣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感鬼 这就是神的国 灵到你们了 意思说呢 魔鬼呢 明显了 他有能力 但是 上帝的能力 魔鬼的能力 更能够赢过 魔鬼的能力 上帝的能力 超越了魔鬼的能力 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啊 这个人啊 是 什么 又虾 又龙的人啊 所以你看呢 很多事情啊 跟灵界有关的 兄弟妹 这个人啊 不是天生虾 和天生龙的 这个虾又龙的人啊 是被 虾又亚的 sorry 虾又亚的人呢 是完全呢 是被魔鬼来 通知的 所以一些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一些人的问题 并不只是 疾病而已 这跟魔鬼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看 西伯朗 这个 哥罗西书 第一章十三节 他说 他 他说 耶稣 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 迁到 他爱子的国里 圣经 跟我们说 哥罗西书 第一章十三节 圣经 我给你看这个经文呢 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千 半千的千 这半千的千呢 在希腊 希腊言文叫 Methasthenon Methasthenon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 就是 搬 搬运呢 挪掉 或者 把你 迁到 就是 就是把你搬家的意思 上帝把我们 带到一个地方 从一个环境 从一个领域 带到 另一个领域 当你信主耶稣之后呢 兄弟姐妹 你进了一个领域 你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从你生命中 你会看到 以前我是这么样的 我现在是这么样的 以前我跑去那个 买万只六合彩的时候 我可以大摇大摆 大摆大摆的 进去买六合彩的 可是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要偷偷摸摸去 买六合彩 因为怕被人家看见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害怕呢 因为你已经在神的国度了 你说一切黑暗的事情 你都会有害怕 为什么 因为上帝把你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 一个重要的 那么继续看下去 魔鬼的总部 我们你要了解 有一句话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必须知道 魔鬼的总部在那里 他的黑环境在那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十二节他说 因我们并不是以血气战争 乃是以那自正的 掌权的管辖着 幽 暗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战争 常常啊 我们被误解 被误会啊 魔鬼在地狱里 以为是在地底下 其实魔鬼从来没有在地底下 魔鬼都是在天上 天空属灵器的恶魔战争 所以呢 他的总部在那里 他的总部在空中 保罗说 撒旦魔鬼是属空中的 一点都没有错 虽然他已经背叛了神 被神逃离天堂的事实 但是他能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你不相信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接下来看 你从叶伯记 叶伯记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第七节是说 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 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 撒旦叫什么 撒旦也来在其中 第七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魔鬼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他已经被上帝摔 从天堂摔下来了 可是他不是在地面上的 他可以随时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魔鬼呢 在那里 在那里 天空 所以你不要误会啊 魔鬼一定在地狱里面 魔鬼的总部在那里 魔鬼总部在天空 然后 魔鬼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 其他的天使没有认出撒旦来 看到没有 你看 神的众子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你看到没有 当所有的天使都来到上帝面前 撕裂的时候呢 魔鬼也来了 为什么天使认不出撒旦魔鬼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魔鬼也装着光明的天使来 迷惑众人 你看上帝的话最准确的 有没有 所以魔鬼的厉害在那里 他可以伪装 魔鬼可以伪装成光明的使者 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 谁能认出他来 上帝能认出他来 上帝问撒旦魔鬼 你从那里来 从那里去啊 魔鬼说 我去地上走走 你回来了 只有上帝能认出魔鬼 所以你看 魔鬼伪装 伪装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 你就能够明白 创世纪 所以不是创世纪 启示录第十二章 第十节和十二节这样说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我都病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即使也不哀惜生命 十二节 所以驻天和驻在其中的 你们都要快乐吧 只是他以海 第一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事后不多 就气纷纷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从这里经过我们看到什么 有几样东西你要明白的 撒旦现在在天上做什么 撒旦天天在天上做什么 日夜的控告我们 使得我们常常被定罪 使得我们常常不配 感觉不配来到三地面前 哇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又在犯罪 你看你看 魔鬼在定你的罪 让你不配 让你感觉到很委屈 不敢来到上帝面前 这就是魔鬼做的工作 你看你看 你今天又没有读圣经 加加加加圣节 哇 你就被定罪了 你看你看你今天忘记祷告 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 你被控告了 魔鬼自业 今天每一天在做什么 自业的控告我们 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呢 另一句话说 魔鬼就是在天上的控告者 魔鬼在天上 天天在天上控告我们 感谢赞美神 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啊 站在耶稣站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 日夜为我们祈求 耶稣为我们祈求 虽然魔鬼控告我们 耶稣为我们祈求 Amen 所以我们看到呢 另外的一个 另一个事实 我们看到 魔鬼在那里 天上 魔鬼在那里 祝天 原来啊 天上 祝天 都说明了 撒旦的基地 的总部 在天空 同时呢 也说明了了 天 不只是一个天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中国都 中国很有智慧的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很好的 天外有天 原来啊 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天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西伯拉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这样说 他说 我认得一个人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他说 我认得一个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过在肉身我不知道 过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 有第三层天 就是说呢 原来啊 这天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天 不只有一个天 有三个天 有三层天呢 就是一定有第一层和第二层 OK 什么是第一层天呢 第一层天 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大气层 我们看到天空有云朵 这个叫第一层天 然后第三层天 他说 就是在上帝的 上帝的宝座那边 对吗 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 他说 有一个人在基督里被提到第三层上去 只有神知道 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 第三层天呢 就是上帝坐的地方 请问第二层天是什么呢 第二层天 就是魔鬼的基地了 第二层天 就是魔鬼的 总部的所在了 所以呢 这天天空以外的 在宇宙的 就是魔鬼的 总部的所在 我们再来看 你 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 你有这样的明白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祷告是这么重要了 我们来看 一旦伊里书第十章 十二节和十三节 天使的战争 我就用和本读给你们听 他就说 但伊里亚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 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骨己心 你的源于以蒙 应允 我是因你的源于而来的 十三节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 二十一日 虽然有大君 就是天使长 终有的一位 米加勒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 波斯祝王那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祷告 当伊里祷告的第一天 第一天他进食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已经就听他祷告了 然后呢 上帝就派天使 把他的祷告的应允 带到他 但伊里的那里去 可是呢 在路途当中呢 有一位魔君 那就是撒旦魔鬼 拦住他 二十一天 所以每一次 兄弟妹 你祷告的时候为什么 哎呀为什么那么久 我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应允 为什么祷告那么久 我没有看到果效 不是因为祷告没有果效 不是因为上帝不听你祷告 因为有魔鬼拦住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不住地祷告 直到你的祷告得到应允为止 因为在每次你祷告的时候呢 你就是跟天使一起来努力 和魔鬼战争 抵抗到你的祷告 直到答案 有些人祷告一下子 有些人祷告两分钟 他就放弃了 他的祷告升到上天 还没到上帝宝座就掉下来了 因为他放弃了 因为他没有努力 所以你看到从这个经文看到什么 看到每一次你祷告 上帝都听我们祷告 每一次你祷告 耶稣都推定我们祷告 但是为什么往往祷告没有来呢 因为有魔君 有魔君 有撒旦魔鬼拦住你的祷告 所以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努力祷告 不要放弃祷告 不要以为祷告是没有用的 最有效就是祷告 当你所有事情做完之后 都不能解决的时候 你最好停下来祷告 祷告就是推动上帝来做工 祷告就是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选神迹 所以 今天只有这个经文就能够说明 为什么你的 有很多时候 你的祷告 没有得到应允呢 不是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 是魔鬼拦住你 阿们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所以呢 祷告为什么延迟呢 就是魔鬼来拦住 因为他是拦住我们祷告的一个人 从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我们啊 你喜不喜欢都好 我们都在这个 这一趟 这个战争里面 这个战争呢 都是围绕着神的百姓 神的子民 然后来破坏上帝的目的 我们相信这战争 今天仍然继续着 每当神要为他的子民 去实行目的的时候 也就是属灵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事情发生 你看到 哎呦 我今天进去 这个月了 没有心 口袋 没有钱 我们祷告 上帝啊 你祝福我 你好像祷告 这样就完了 可是在天上 在属灵的天空里面 有一场大战争 往往呢 很多基督徒 不依靠神的时候呢 这场战争就失败了 因为给魔鬼战胜 因为你没有信心 去领受上帝的祝福 为什么 哎呀 信主也是这样 看信耶稣 也不过只是如此而已 也是问题多多 所以说信耶稣 没有问题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面对问题的 但是我们真的要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依靠神 把信心建立在神的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很重要的事实 武器 还没讲武器之前呢 我要跟你讲 魔鬼的战场在那里 很重要 如果你不明白呢 你常常都是被魔鬼来利用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二个 他这样讲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战争 第四节 我们战争的兵器 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壢 将各样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从这里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两个事实 兄弟妹 第一 我们应该用武器来战争 不要空手去跟魔鬼打战 你肯定输的 你一定要有武器 第二呢 你必须要了解 你的战场在那里 一个打战的士兵 如果你不要战场在那里 你就糟糕了 这里圣经教授们说呢 请问 战场 battlefield 战场在那里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原来啊 战场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常常啊 魔鬼放很多的 建议 放很多的想法 放很多的 那些思想 然后你去 你去享受它 你去接受它 你去接纳它 你就死翘翘了 因为你就吸收 你可能今天来到教会 很开心的 哈利路亚 很高兴进来 可是你看到 你看到Joanne 她没有跟你笑 你心里面 魔鬼就放一个思想给你 她生气你了 她看你不顺眼了 哇 你就 不然间你很高兴的 你很开心的 不然间你的脸就变起来了 可能是 她应该不高兴我 你接受这个思想的时候呢 你就给魔鬼打败仗了 可能你今天来到 很开心的回到家 你做工很累了 要回到家 你很开心的冲凉 可是你进到房间 你进到厕所的时候 冲凉房的时候 哎呀 你看到昨天的衣服还没有洗 哇 你的火就从里面升到上去了 我昨天交代我妹妹洗衣服 为什么她今天还没有洗 真是懒惰 好 你很生气了 可是你要开水冲凉的时候 又遇到喉咙没有水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还水费 水费 水喉没有水 谢谢你们帮我讲道 谢谢 水喉又没有水 然后一开 哎呀 我妹妹上个月 上两个星期 我交代她还水费 她没有还 害我今天没有冲凉 哇 你就好像疯人这样 在厕所里面 大砰 大发泪停 你就输了 你给魔鬼 留地步 你给魔鬼 打败仗了 看到没有 所有的事情发生 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是偶然的 它跟属灵的 境界 有关 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冲突 所有的不和谐 在你身边当中 这跟魔鬼 在你生命当中 放很多的 啊 寂寞 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到 我们要看 再给我大概五分钟 我跟你讲 你必须要穿上 你的武器 我们来看 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 打战的是 耶稣基督 耶稣要你们 穿上 所有的军装 但是不是要你去 打战的 因为打的 就是耶稣 所以你穿了军队 以为你很会打 你很厉害打 你去打的时候呢 你一定 因为呢 打的不是你 打的是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 有三个理由 为什么不是你打战 是耶稣在打战 第一 他在旷野里 撒旦来试探他 耶稣拒绝 必击败了他 证明耶稣能够打 能不能打 打败魔鬼 能 第二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击败撒旦 他已经得胜了 他的得胜是为了 打败我们的敌人 他完全 击 溃了 撒旦魔鬼 在十字架上呢 他完全攻破了魔鬼 第三 现在我们有责任 将耶稣的凯旋 显明和表扬出来 你的生活 不被魔鬼来利用 不给魔鬼来操纵 你就是来表扬耶稣的凯旋 第一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全副的净状 全副的净状 第一 我们要穿什么呢 我们要戴上真理的袋子 就是 要穿裤带啊 以前啊 罗马人的时候啊 他们穿衣服啊 男人和女人都一样的 他们喜欢穿衣服 从头穿到底下的 很宽松的衣服来的 女孩子也好像穿这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们一定要穿裤带的 然后呢 圣经讲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做袋子 输腰 圣经讲 一定要穿裤带 如果一个军队的士兵 去打战 没有穿裤带 怎么样 哦 战阵来了 魔鬼来了 你没有穿裤带 你跑一半 你的裤子就掉下来了 所以 裤带很重要 而且呢 圣经讲的裤带啊 是真理的裤带 它代表什么呢 什么是真理的带子呢 真理的带子 表明是我们的诚实 我们的诚恳 我们的开放 和我们的坦白 很多时候啊 我们做的事情啊 都是给人家看的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都是表现得很快乐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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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很有喜乐 很 很有爱心 但是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表现给人家看的 内心是里面 可能是最煎熬的 我们总是戴着面具 做人 真理的带子就是说 我们坦然的面对我们自己 你有问题 你就是有问题 你不用去诡装起来的 如果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还诡装了 上帝都不知道怎样来帮助你 所以真理做带子 就是你能够坦然的 来面对你自己 我们充满了宗教信仰的成枪 烂调和不虔诚 感谢主 赞美主 哈利云亚 我恨死你了 心里面是这样的 我们做很多事情啊 都不是为了要讨上帝喜业的 是讨人喜业的 哎呀 你今天好快 你跳 哎呀 翻过去就 这叫做真理的带子 你要做真正的你 你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 我今天我 我跟从了耶稣二十多年 我真的能够放下自己 我已经不在乎人家说 哎呀 每个赞你越吃越胖了 啊 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小 你不要笑 笑起来看不见你的眼睛 我已经OK了 我能够接受 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只眼睛 笑到我没有看到眼睛 仍然看到我 这是很独特的 阿利云亚 这是上帝给我的 阿们 所以 这个是能够坦然接受你自己 第二 我们要穿了帽 公义的复兴镜 什么是复兴镜 就是保护你的心 对吗 如果如果一个士兵 没有复兴镜的话 一不小心魔鬼 把剑 撕到你的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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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死 很多人不愿意死 啊 没死都半死 啊 很多的都是 哎呀 我的心碎了 常常很容易受伤 所以呢 复兴镜很重要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一切 啊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 发出的 兄弟妹 你要保护你的心 如果我们心没有复兴镜啊 我们就会胡思乱想 我们心就会作恶 我们心就会想不好的东西 所以复兴镜很重要 可是你问我牧师啊 什么叫公义的复兴镜呢 为什么要放公义在那边呢 公义复兴镜是什么呢 原来保罗在另外一处啊 在贴萨罗尼加第五章第八节 他也特别强调这个复兴镜 他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他讲什么 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 就当谨守 把信和爱当作复兴镜 原来哦 公义的复兴镜 就是信和爱的复兴镜 就是说呢 你的 你怎样去保护你的心呢 一定要有信心 还有 他一定要有爱心 做任何事情的话 不是因为以旅即真 而是你疼爱那个人 你做任何事情的话 你要保护 怎样保护你的心 你必须要用信心 来保护你的心 然后用爱心 来去保护你的心 OK 接下来看 最后 圣经说 我们除了要穿裤带 要有复兴镜 还要做帽 要穿鞋 是吗 对 要穿鞋 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鞋 这个鞋是有牌子的 叫平安的福音 不要乱乱穿鞋不了 不要 有些人是穿拖鞋的 打仗不要穿拖鞋 圣经特别强调是 平安福音的鞋子 它牌子叫平安的福音 就是说呢 你能够 随时能够做好准备 去跟人家分享耶稣 你随时能够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预备走路的鞋 圣经讲 预备走路的鞋 没有穿鞋子 你怎么预备走路 就是要穿上鞋子之后 你才能够预备走路 你才能够传福音 传福音是要预备好的 不是说哎呀不要紧啊 没有准备啊 随便跟你讲耶稣 难怪人家不能信耶稣 是要预备好的 比如说 我给你们一个情况啊 你就明白了 一天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之后 你看到有一个大妒婆 孕妇 坐在那边 一直哭一直哭 她跟你说 哎呀我想死 我不想做人了 你会讲做 然后你坐在旁边 你跟她一起哭 是吗 还是 哎呀这么可怜啊 真可怜啊 不是的 圣经讲 你必须要有 平安福音的鞋子 你必须要有这种平安 平安不是用 讲出来的 平安不是用 只是用口气 人跟人家讲 平安必须在你里面 你能够把这个平安给他 当这个大妒婆 孕妇 转那边哭的时候 你能够给他一个属神的平安 你能够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 你能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 你知道 耶稣能够帮助你 你必须 我看你这么没有平安 你必须有平安 可是他看到你 看你的时候 你也不很平安嘛 你怎样让他有平安呢 平安不能讲的 平安是从你心里面 心里面表现出来的 所以你要常常穿平安复印的鞋子 做好准备 帮助那些没有平安的人 最后 接下来 我们要穿什么呢 信德的藤牌 就是这个啊 藤牌啊 如果 你去打仗 哇 你很会打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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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没有盾牌 你不要那个盾牌 人家 那个 建设下来 就 两下子就 倒掉了 而且圣经讲啊 你要盾牌 不只要盾牌 你是要有 信德的盾牌 信德的盾牌呢 也简单的 百货来讲呢 就是要有 信心的盾牌 有时候你在打战的时候 你在卫生工作的时候呢 魔鬼很讨厌你 努力卫生工作的 他讨厌你 火热起来的 讨厌你 为教会 他也努力常常去教会 常常去传福音 常常去读经 常常去导播 他很讨厌这样的基督徒的 所以他就常常攻击他们 所以你常常被攻击 你感谢神 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如果魔鬼 想要打你 都懒惰打你 你真的是要检讨了 这个人啊 哎呀 下次再打他了 你要检讨了 所以魔鬼常常攻击你 说要感谢神 因为他看中你 跟你旁边讲 魔鬼看中你啊 就说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啊 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你是很有势力的人来的啊 哈利路亚 如果魔鬼看到 哎呀 这样我跌他也死了 不要去做他啦 但他慢慢死就好了 你就糟糕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德的盘牌 最后 你要有救恩的头盔 很多人啊 我看我这个 信耶稣的22年来啊 有 我看到很多信耶稣的人啊 头啊 坏掉了 为什么坏掉 因为他没有穿头盔 他没有穿头盔呢 常常给魔鬼 射箭在他头里面 他变成什么人呢 你知道他变成什么人呢 如果没有穿头盔去打战会变成什么人 笑的人啊 因为头没有宝布 是很容易受伤的 很多人啊 的思想啊 我都讲了 刚才我讲 思想脑部是打战的地方 是你的战场 如果你没有救恩的头盔啊 你很容易让魔鬼放一句话就伤害你 放一句话你就跟人家不好 放一句话你就不能够跟人家在一起了 魔鬼就在那边看 把人家 闪了 闪了 我告诉你这事实的东西 因为我常常 有一天啊 我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然后我祷告 我不知道第一几天啊 你不要以为我肚子饿 我能不能想啊 我真的是看到异象的 然后我在 我忽然间 我祷告祷告的时候 我打开眼睛 我就看到魔鬼坐在路边 在那边哭 魔鬼在那边 坐在路上 路上哭 我就问 魔鬼为什么你哭 他说你们的基督徒 有的基督徒不是好人来的 我说为什么 谁说 谁说魔鬼 我谁说基督徒不是好人 真的啊 你们的基督徒都不是好人的 好事 坏事也说 都是我错的 好事也说我错 你们没有做什么东西的 不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什么东西你都赖魔鬼 都是魔鬼的错 有的东西不是魔鬼做的 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不要赖魔鬼 所以魔鬼坐在地上 很阴枉的那边哭 我都没有做大炮 他们阴枉做我错的 我再举个例子 你回到家 你因为心情不好 你早上被老板骂 回到家 你就拿你的老婆出去 拿你的孩子出去 你骂你的老婆 骂你的孩子 然后你的老婆 跟你哭着要离婚 你就说魔鬼害我那一天 害我跟我老婆 我讨家 我老婆现在要离婚了 你发脾气的 你赖魔鬼做什么 魔鬼什么都没有做 这里发脾气 你做魔鬼做你的 看到没有 救恩的头盔 到最后很重要了 我们有救恩的头盔 我们有复兴镜 我们有盾牌 我们有平安的鞋子 我们有真理的带子 这些五样东西 是什么 做什么用的 保护你的 跟旁边人讲说 保护你的 这五件东西都是来做 预防的 防卫的 现在跟你讲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了 那就是 圣灵的保健 唯一 能够 上了战场里能够攻击的 有攻击的力量的就是 圣灵的保健 来跟旁边讲 圣灵的保健 圣灵的保健 圣经告诉 圣灵告诉我们说 圣灵的保健 拿着圣灵的保健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神智 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剥开 连心中的思想和主义都能变灵 问题在这里 很多人都有剑 他的剑是这样的 一扒出来 这么短不了 因为从来没有磨剑的 因为他没有读圣经 他的剑是短的 魔鬼在那边吓 你的剑那么短 这样打死我 有的人的剑是很长的 他喇叭很长 可是他从来没有磨剑的 台北市 魔鬼坦两次 魔鬼不会死的 因为他不懂上帝的话语 圣灵的保健 就是神的道 圣灵的保健是很有威力 可是很多人没有磨剑 所以他的剑是钝的 圣经讲 上帝的话语是比两刃的剑还要快的 兄姐妹 你一定要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你的保健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你能够攻击魔鬼的 一唯一的武器 你看到 还记得耶稣 耶稣禁食四十天之后 魔鬼来 是吗 魔鬼看到耶稣 哈喽 Mr.Jesus 耶稣先生 你一定禁食祷告四十天 应该肚子饿了吧 请你把这个石头变成裸地 变成面包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把他变成面包 你吃了就OK了吗 耶稣说什么 耶稣没有说 要打 要打来 没有 耶稣说 耶稣用上帝的话语回答他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靠 靠个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 第二次 魔鬼又来找耶稣 耶稣 哇 我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最屋顶那边去 然后 魔鬼跟耶稣说 耶稣 耶稣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从圣殿跳下来 如果你没有死 你就是厉害了 是吗 耶稣跟他讲说 耶稣说 好我跳给你看 证明我是神的儿子 有吗 耶稣没有这样做 耶稣说 不要试探耶和你的神 如果耶稣跳下去的话 以后我们就能够跳了 我们从十五楼跳下去 因为耶稣跳嘛 感谢神耶稣没有跳 所以我们不可以跳楼 你一定死的 耶稣没有跳 第三次 耶稣 魔鬼又来试探耶稣 他带他到圣经讲 带他上 世界上最高的山 世界上最高的山 应该是喜马拉雅山 在那边 然后他说 看啊 世界上的永活富贵 都属于我的 耶稣没有反驳他 看到没有 耶稣没有反驳他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永活富贵 真的属于魔鬼的 当你爱世界 你追求世界 你就是属于魔鬼的 耶稣没有反驳他 说你讲骗话 世界是我的 他没有这样讲 耶稣也认 魔鬼是世界的王 但是 他不做的 唯一不做的事情 他说 只要 魔鬼说 上上魔鬼说 只要你跪下来拜我 这个全世界 所有的一切 都属于你了 耶稣这样讲 耶稣说 你要专心 你要专心 敬畏耶和华 单要 侍奉他 耶稣三次都没有跟他打仗 耶稣三次都用上帝的话语 就是圣灵的宝剑 击败了 击败了魔鬼 如果我们的耶稣 这么大有能力的神 都没有用武力 用其他方法管道去击退魔鬼 更何况是我们呢 我们一定要掌握上帝的话语 我们随时随地才能够叫魔鬼退去 最后 时间的缘故 所有军状都有了 都有保健了 你猜一下 什么部分没有被保护的 你看这位士兵 头有头盔 有盾牌 有复兴镜 有裤带 有鞋子 有保健 哪有地方没有被保护的 来 请大家注意看 很重要了 这个是很重要 什么地方没有被保护 手和脚都有鞋子 有什么了吗 你的鞋子没有被保护 你跟你的旁边讲 背后没有保护 为什么背后没有保护 因为耶稣 我们的神没有期待你会倒退 如果万一你倒退 你肯定死掉 死掉吧 死死光光 肯定死了 暴死 所以每一个士兵 每一个耶稣的精兵就是只勇往直前不倒退 任何人倒退的话一定会死的很难看 所以背后他没有保护你 因为他没有期待你会倒转的 每一个勇士 每一个士兵 是只有向前不倒退的 万一你倒退 你肯定死的很难看 因为后面没有保护的 所以要强承不敢倒退的 因为后面没有保护 所以 兄弟妹 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武器 攻打 魔鬼的武器 这些武器都在我们身上 唯一一件 唯一个东西你要注意的 不要倒退 不要往后退 阿们 让我们站立起来